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 身体还有点吃不消 但时间一长 慢慢也就习惯了 不过 身体的压力还不是最可怕的 而是并非每次灾难前都能救所有的人 有时候时间甚至紧迫到 必须做取舍 所以 我还是会心有不甘 但是 不管这事有多困难 多危险 总要有人去承担 其实 刚开始本来是打算证明自己 后来随着救援次数的增多 见到的生离死别也就越来越多 我现在只希望不要出任务 永远不要让灾难成就我的应用 然而每当救援来到时 我都会暗暗地告诉自己 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带去生的希望 在救援队的这些年 我参与了许多救援 也算经历一些风浪 但给我印象最深 最能让我意识到灾难的可怕 还有救援任务艰险的 还是那次 在雪域的 境外救援 在珍 installing 他在珍rell上 他们都没有尽量 进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